不管你几岁,相信你都听过这首《Baby Shark》 这是一首从Cocomelon频道出来的爆红歌曲 这个幼儿跟唱频道正在席卷全台 但越来越多家长开始发现 这个频道的内容有个极大严重的问题 从两岁跟着频道唱跳的小孩 现在竟然要看医生才慢慢学会讲话 到底这个频道背后的恐怖真相是什么? 在我们的影片开始以前 如果你喜欢离奇归宜事件,以影片方式呈现 可以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Cocomelon频道在短期内大幅增加订阅量 可以说是所有小孩必观看的频道之一 这代表他们一定有什么跟其他人不一样的突破 跟高品质的内容 但我们都想太多了 他们的画风还有动画内容完全没有灵魂 就连儿童电视专家都站出来说 Cocomelon的影片是对小孩最具有破坏性的节目 因为他们的影片做得太成因 第一,影片内容的颜色 例如巴斯的主要三个颜色为最大饱和度的蓝黄绿 通常高饱和度的颜色都会用来使用在讯息通知上 因为会在脑部造成高度兴奋度以及吸引力 所以这样的做法也时常在薄清歌机上看到 Cocomelon还特意在这些高饱和度上颜色搭配了完美的对比 让颜色更生动 还有设计的对话歌词内容都有许多的重复率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只有38部影片 却有千万次观看率 这是因为小朋友的脑袋是靠不断的重复来学习的 所以对他们来说不断的重复播放并不会觉得很腻 这个频道就利用这点滥用在每个影片上 拿Baby Shark这首歌来说 Baby Shark嘟嘟嘟嘟嘟 后面的唱法就占了整首歌 让小朋友甚至是大人上瘾 有家长还说自己的小孩只要一听到Cocomelon的影片播放 整个人就定格像是僵尸一样 他们的歌词也大受争议 因为完全没有教育内容 而Cocomelon解释原因说 他们的主要主旨是为了让学习变得有趣 让家长在烦满的时候 小朋友还可以接收有趣好玩的高品质教育内容 但大部分的人都认为他们其实是灌输反教材 小孩不该学的东西 例如其中一部No No 睡前的影片里面 宝宝睡前不愿意刷牙、洗澡 或是换上睡衣上床睡觉 最后才妥协上床睡觉 网友站出来批判 每次叫小朋友刷牙醒眼睡觉的时候 他们就会学影片的歌曲唱No No No 这让许多人意识到 他们不是为了教育目的 而是为了钱 他们牺牲了小孩的脑部发展 换成了钞票 这也不是频道造谣 一个文学论文记者到他们工作室采访 发现Cocomelon的第一个宗旨就是 让小孩成瘾 他们的数据分析团队每天都在分析 第一是什么主题内容会让小孩产生共鸣 细节详细到影片女生该穿什么颜色的牛仔裤 要使用柔和还是刚强的音乐 公车要设定红色还是黄色 而最后的决定使用高薄和黄色 这些决定背后都有个黑暗的秘密 每个月 他们都会带一些小朋友到不受干扰的房间做实验 连续播放好几个影片 看他们对影片哪个内容最有翻译以及最不感兴趣 除了播放Cocomelon的影片电视之外 旁边还有第二台电视会重复播放现实世界的智能景观 倒咖啡的人剪头发的画面 只要小朋友有被这些画面吸引到 他们就会记录他们影片的时间点 这代表 教育目标并不是他们的首要目标 他们的剪辑画面切割也不是普通的膏 这种技术通常是类似人类看抖音的一种快速成语行为 快速转换会释放人类脑部的多巴胺 制造快乐感觉 所以就会上瘾 全球都在唱的Baby Shark 96%的画面都不超过2秒 与其他动画相比 Cocomelon还是有最多画面切换的动画 一个婴幼儿在看影片时最多专注11%的时间 但播放Cocomelon的影片时候 发现他们专注在萤幕的时间 竟然飙到了74% 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做抖音实验 只要开始播放Cocomelon影片 不管正在做什么的小孩都会停下手边的事情 跑来你旁边看影片 这跟Cocomelon带来实验的小孩一样 只要开始播放影片 他们的表情动作就好像得到救赎 因为这些影片就像是一种兴奋剂让小朋友们上瘾 如果不给小孩看的话 他们也会出现戒断现象 像是哭闹 更严重的还有父母上网分享 自己小孩只要觉得无聊没有看影片 就会开始闹脾气大吵大闹 甚至不吃饭 影片除了会让小朋友成瘾之外 还影响到他们每天的生活速度 越常看影片的小孩 大脑就会预期同样等级的刺激 导致他们在现实生活中 其他事情都变得很缓慢很无趣 这都还不是大问题 最可怕的是这些影片 竟然影响了一个小孩的脑部发展 越来越多家长出面 说自己的小孩无法跟正常小孩一样的讲话 虽然知道单字 但却无法完整讲出一整个完整的句子 语言专家也表示 荧幕时间跟语言有多项原因关联 Cocomelon更严重 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剧情内容或是故事 只是短影片更没有意义的歌词音乐 小朋友不需要从影片中去思考理解 学习单字或是了解如何缓解冲突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甚至荧幕时间也跟成瘾药品有一样的功效 所以当没有看影片的时候 他们的大脑没有办法正常工作 导致学习上又会更加困难 如果每天让你的幼儿看4-5小时的Cocomelon 非常容易让他们无法学会讲话 研究报告显示 一个5岁的小孩每天看2个小时的Cocomelon 比一般的小孩注意力更低 而且更容易得到过动症 这样来说 Cocomelon不只在科学研究上 证实了对小孩严重的影响 还有人说这是恶魔的频道 包括整体的颜色、语调、音调、音乐 都隐隐地暗示着撒旦的象征 例如没有灵魂的主角眼神 不管真相是什么 我们都不能fall on Cocomelon的确造成的影响力 你一定也跟着唱过Baby Shark吧 不要fall on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